第一就是有了海图 有了海图我们在海上 它告诉你要拐弯 我们使用的罗盘 罗盘有24个方向 有魁魏的方向 24个方向 也就是到了某个岛 传行某某方 某方靠的是指南针和罗盘 磁罗盘 所以在这个时代 一个很重要的使用 我们把它叫做针路 靠指南针 所走的路 针路 那么这个针路 由于古代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这个 而当传老大的这些人 可能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 所以他们不一定能够 很多人不能确切地讲出来 使用磁罗盘 指南针 这个方法是谁传下来的 那么他们 大家最后重口一词 都说 说这个方法 是周公 江太公 这个 江子牙传下来的 所以把它叫做 周公之法 在传上使用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明清时代的文献中间 提到的非常多 但是它都讲过去的事情 并不是讲明清 那个时代的事情 我们现在随便可以 具体一个例子 比方说清代 有一部书叫做 台海始卓录 台湾海峡这个地方 来行船的这个记录 他说 周子各阳 皆有密本 行船的人 每一个阳区 都有一个 秘密的一个小本子 名叫 阳根 就是阳上 所走的根路 阳 今天 从明清以后 太平阳 大西阳 这辽阔的海域 我们把它叫做阳 这个阳和大陆之间的 边缘的这个海区 我们叫做海 海阳 海和阳 是有区别的 对吧 但是古代不是的 古代海 是非常辽阔的 南海 西南海 那就是印度阳 阳指的是什么呢 阳这个名称 起得比较旺 阳是指一个 军部的一个海 叫做阳 我们清代还有南阳 北阳 南阳指的福建水师 北阳指的 长江口以北 李鸿章所管的这个水师 今天你到 到这个 旅四渔船 到周山渔舱去 你听那个气象广播 明天早上起以后 大木羊 猫头羊 这个大木羊 猫头羊 这个羊 那都是指的 上海 出去 一直到周山渔岛中间 某个地区的海情 在民间还有这样的用法 所以每一个海区 都有一个秘本 就是 我今天我要到 往日本走了 我往日本走的这个海区 海路应该这么走 那么 根路 什么叫根呢 这个古代的人啊 海上的距离 我们不知道 有多少路程 多少公里 多少里 就不知道 那么一般呢 用这个托 两手之间的距离叫托 然后若干个托 一起叫一斤 或者 一天夜走的叫根 所以把船行 一个很大的段 我们叫做 一根 把船行五十根 船行到 这叫又念经 经路 那么这个书上讲的就是 名曰 羊羹 羊不是羊人的羊 外羊的羊 而指的 某一个具体海域的 所使用的 那个真路的本子 那么这种真路的本子 在明代的 很多文献中间 都提到各种各样的 有一本书叫做 日本一见 有一本书叫做 福海图经 他提到了多少种书呢 提到了有真部 渡海方程 海盗经书 四海指南 航海秘诀 航海全书 等等 这两部书 另外还有一本书叫做 指南正法 他提到了 罗经 真部 罗经就是 齿罗旁的罗 张谢 说写着东西阳稿 提到了航海真经 那么西洋朝贡 典路 提到了真卫篇 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呢 都是中国民间 都不是官方 编写 都是那些船老大 世世代的 口口相传 留下来的 所以有非常高的 价值 这等于是我们中国民间 世代航海船头 所保留下来的东西 那么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 这个 比方说 明代的有一部叫做 顺丰相送 那么他说呢 他说我这个书啊 就是本于周公的 指南之法 他实际上是 假托周公的一部 航海的 那个真路书籍 这个 顺丰相送说 说这本 指南之法 是从自古至今 流行久远 但是因为呢 我在使用的过程中间 发现它船操有物 我还进行了增补 说操的过程中间 船行三天 或者十三天 就应该看到某某山 结果我在航行的过程中间 发现不是十三天 是十五天 那么可能这个三 是一个五 漏掉了一个笔画 或者被虫子 注掉了一个笔画 造成的 我还做过真笔 此外 这个作者说 他还借鉴过 这个郑和航海图 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 明清的 这个 诗人的传老大 他们在学习 跟着自己的老师师傅学习 他们找各种各样的书 最根本的就是周公的指南之法 他们还参照其他的书 他们讲这个真路 这个书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 行路难 但是有办法 有近可群 可以看到路 有人可问 走到路口 不知道怎么走了 就两个 我可以问人啊 要可以怎么走 若行船难走 像行船这样难的 海水连接于天 虽有山雨 看到了还是 莫能辨适 那就比行路难 要难多了 怎么办呢 其正路 那正确路呢 全凭周公之法 要靠周公这个办法 要以罗经 真部为准 就是靠我们这个 海图 海图上要讲清楚 到什么地方 走什么真 到什么地方 走什么真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 有一个 真路中间 这些什么东西呢 即各处 周府 山形 水势 深浅 远远地看出一只山 这个山是什么形状的 水势 水势向什么地方流的 有多深 有多浅 那么这是 这个山形水势 他到了一个港口 他要用绳子 来测这个海水 有多深 这个海水底下 是沙底 还是 还是 粘土的底 还是石头的底 那么他在这个绳子的前面 要挂一个千坨 千坨上面要放上 猪油 或者牛油 打到哪 打到水下 站到水下了 他再拎上来看看 这个沙对不对 那么然后要记水深 对他的真部讲了 如果我们到了某某港口 这个港口 水 到了某某地 这个水应该有多深 水的颜色什么颜色的 一点都不能误差的 今天我们有准确的航海天文遗迹 古代就是靠这个 山形水势 泥沙地 礁石图 比方说 这个 今天越南的 新港的外面 有一个港口 有个地方叫做外罗山 外面的外 罗马尼亚的外罗山 这个时候 我们的真部中间就在讲 说这个地方 这个山 远看 成三个门 像三个门一样 近看 西高东低 告诉你 特征 那么北有椰子汤 北面有个汤 可能有很多椰子树 北有椰子汤 西有老古石 可能有个大暗礁 或者露出水面的暗礁 它的名叫老古石 那么行船 近西过 行船啊 要贴到它的西面走 四十五脱水 这个水有多深呢 四十五脱 四十五个脏 你打下去 对四十五脱水 如果你回来 你要回来 怎么回来呢 回来 仍然要靠近西面 如果你靠东面走 会怎么样呢 孔饭 石栏 你如果你的船回来 要停到西面走 如果你不走西面 饭 饭就是碰到 碰到石栏 也就是碰到水下的暗礁 这就是真部中间 告诉你的情况 那么 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 来做一个总结 由于有了海图的出现 使我们的船舶 对外航行的安全度 大会提高 如果你这么多船出去 几百艘箱振合这样 那么中间如果一半毁掉了 你怎么敢处置这么大的人力 物力去投入呢 它一定要有一个相当度的安全把握 它才能够航行 所以海图的出现 真路 就是海图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内容 那么这个时期 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 是什么呢 就是海外地理知识 的一个跨越性的 一个科兴 当我们前面讲到 汉塘航海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 这个中国在发展海洋科技的东西 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以前的 这个希腊罗马人 他们也有他们的海洋科技 是吧 东和西 是两个不同的潮流 在这个时代 就正合以前的这个时代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什么特征呢 就是中国的 航海术 中国的海外地理学 大量的 吸收了 这个 来自阿拉伯世界的 地理学的知识 那么这样呢 就壮大了 中国自己的海外地理学的 这个基础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讲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情况呢 和 这个我们中国 中华民族 各个民族 这个大家庭里面 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 回回人 是有关的 回回人我们今天 把它叫做回族 我前面也简单的提到过了 在讲成吉思汉的中 我曾经提到过 我们在讲到 这个唐代 广州是一个 国际性的大都市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到 这个 由于 依靠季风航海 那么有一些商人 到达我们 沿海的港口以后 不能立刻回去 他要等待顺风 他要 卖货 卖掉自己带来的货物 他要采办中国的 这个财富 所以他在中国有短暂的居留 慢慢有一部分人 变成长期的居留 所以在中国的沿海 出现了居住 外国人的 专门的街坊区 这个帆方 我们刚才提到 那么帆方 里面的 这个外国的居民 可以讲 就是 我们回族人 最早的源头 所以今天的我们讲 回族历史 一般最早就上述到 中国沿海城市的 帆方 唐宋时代 泛海而来 在中国沿海 帆方定居的 这些外藩人 当然 外藩人中间 并不全部是 信仰伊斯兰教的 有印度来的 信仰印度教的 信仰佛教的 有南洋来的 东南亚来的 都有 但是伊斯兰教徒 来源于西亚的 占的 数量相当多 那么这一部分人呢 今天我们在中国 东南沿海的 这个港区 城市 比方说 泉州 还能发现很多 员和员以前 沿海路 到中国来的穆斯林 所修建的 清净寺 比方说泉州 这个寺院造的 不像中国的寺院 像阿拉伯人的寺院 北宋园中间造的 例如我们讲的 广州的 怀胜寺 那个光塔 唐代的 清真寺的宣礼堂 等等 那么在杭州也有 很多的阿拉伯人的墓碑 保存在今天 杭州的 这个 凤凰寺中间 但是 唐宋时代 泛海 就是渡海到中国来的 这些穆斯林 人数是 很少 他们的居住的地域 也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 没有特殊事件的 发生 那么这些 来到中国的 这些穆斯林 很可能像 历史上 曾经到过的 中国的那些 外国人 佛教 到中国来 协助中国 翻译佛经 有西域人 有印度人 今天他们的 后代安寨 你再也找不到 他们消失在 汉族 这个汪洋大海中间 那么唐代 宋代到中国 沿海地区 藩方定居的 这些外藩人 也是这样的情况 人数很少 如果没有任何 新鲜的血液 加入 他们很可能就消失了 因此 我们今天在调查 回族的时候 很少有回族人 至少 至少 能够把他们 自己的历史 上述到唐代 几乎找不到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 在这个 成吉思汗时代 发生了 重大的历史事件 我们前面提到 在讲述 这个元代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提到 这个成吉思汗 发动了西征 他在征服南宋 蒙古人在征服京之前 已经先征服了 今天中亚的花拉斯波 征服了 这个伊朗的北部 那么然后呢 到了 原历史中 蒙古的时代 又派他的弟弟 须列乌 远征 征服了 大石帝国的 残余 阿巴斯王 把边境一直扩展到了 今天的叙利亚 扩展到了 地中海之宾 这样呢 几乎 整个 伊斯兰世界的东部 阿拉伯尔 是他的西部 伊斯兰世界的东部 完全控制在蒙古人之中 这样蒙古国的范围内 就包括了相当大的 穆斯林人口 那么随着成吉斯汗 他回师到了内地 还有其他的 这个蒙古中王 回到了内地 他们夹带的人口中间 都包括了大批的穆斯林 这些穆斯林 有的是军队 军人 有的是工匠 那么有的是官吏 有的是宗教神志人员 有的是学者 认得会天文会立算的 他们跟着蒙古人 迁到了中国内地 迁到中国内地以后 这些人 民族可能不一样 有些可能是今天巴基斯坦 西北印度的 有些可能今天是 多连体中央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坦 有的可能是伊朗人 有的可能是阿拉伯地区的人 大家民族不一样 但是大家有一个 共同的宗教形成 就是伊斯兰世界 这样呢 他们在中国境内 起初他们是能够 互相区别的 但是当他们在 中华民族 汉民族的汪洋大海 包容之中 他们的共性 就显得更加突出 是不是 这就跟我们 你到外地上大学 你到新疆上大学 那可能江苏人 安徽人 浙江人 那就算老乡 都华东地去了 那就是在一个 更大的范围内认同 这个汪洋人 到中国也许 特别是 援朝政府实行民族等级制 把回西域来的穆斯林 化为 色穆人 他们认为是一个社会阶级 而色穆人中间 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就是汪洋人 在蒙古人眼中 你们自己尽管 因为他是八字坦言 他是说突厥语的 这个对蒙古人不重要 蒙古人看来 你们是头上男的 都包个布 有个大胡子 妇女都穿个长袍 成天要念古兰 蒙古人眼中 看着你们是一样的 汉人眼中看着你们 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蒙古人 和汉人眼中 把他们都叫做灰灰 这样呢 他们自己也 也有了一个自我认动 这样在中国境内 出现了一个历史上 从来没有的民族 叫做灰灰 那么这些灰灰人 不但本人移居到了中国 他们把他们的科学文化 也搬到了中国 医药学 矿物学 天文学 数学 建筑学 都搬过来 那么我们具体 我们讲的就是地理学 搬过来 元朝征服了这么辽阔的地方 每一个地方都要表示臣服 要报自己的户口 那是为了蒙古人抽税 要教自己的地图 说明自己统治到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已经纳入了蒙古人统治 所以地图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蒙古表示臣服的一个证据 那么忽必烈呢 有一个具体的机构 叫做秘书间 那么这个秘书间呢 就是专门掌管 灰灰指图 这样 置地图的这样一个 一个机构 当然它也包括其他的 这个学者 当然 我们讲的 两部分 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有一点 的 我们就专门 的 我们就专门 我们就专门 我们就专门